尊敬的普京总统阁下 为了自己的爱人 为了自己的人民 为了自己的国家 都应该勇往直前 在多个集团的挤压下 你没有退缩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各位爷们 是哥们 其次 我配付你的智慧 中国人历来讲究 拥有无谋非君子 智勇双全 真难忍 你的智慧 其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点 你懂得人的艺术 中国家小国人 在乱大忙 在与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盟 连续一百多次进行制裁 五次东扩 把大炮架到了你的家门口 你都没有轻易出手 因为你不想把俄罗斯人民 拓入到战争的灾难之中 一忍 再忍 这就是你忍的艺术 当然 你也知道 先下手为强的道理 正如你自己说说 当打架不可避免 那就必然 先下手 这就是战争论 这就是战争论当中的 进攻 是最好的防御 你是一个称职的军事家 不仅如此 你还懂得孙子兵法当中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策 你亮出了 核战争的底牌 这 就是全胜策 你是一个 成熟的 政治家 最后 让我佩服的 是你的 忠义 在你 明不见真传的时候 你曾经两次 抬起猎枪 维护了 叶利钦总统的安全 为了自己的恩师 你自己出钱 租了专机 将恩师 送出国门 并主动 到叶利钦总统面前 承担了责任 并赢得了 叶利钦总统的认可 你是一个 忠义的人 你是一个 可教的朋友 祝你 心想事成 马到成功